燕光師透過專業的儀器仔細為長者檢查視力 看看是否還有其他眼睛問題 根據衛福部國健署調查顯示 約有超過兩成的老人表示有視力狀況 其中老花眼最為嚴重 不僅對他們的生活品質產生負面影響 嚴重的話可能導致憂鬱症 像現在來的 油包比較小的也是看不出來 最主要就是要去出門 要創誰就看路標 看門 白蝦白 說不到 弄得瓦瓦的時候才有辦法讓我看 看你啊 有時候要找藥也要看 你也是要看 有時候孫 孫有時候要叫我們簽個名字也要看 最主要就是有閃光 阿哥 老花眼 那在視力的方面是最重要的 因為當他的視力不好會影響到心情 影響到心情他個人一個人又在一個屋子裡面 又很容易 如果又一個人生活 很容易會影響到他會情緒 甚至會有憂鬱的問題 那憂鬱來講對老人家是很嚴重 因為有時候甚至會閃不開或心情不好 然後會造成更多的社會問題 那這是因為目前來講 社會是最需要去解決的問題 那我們只能做進入我們燕光師 剛好又是這個職務 然後剛好可以藉由我的 就是我們的本身專業 來先幫他解決視覺的問題 讓他看得清楚 然後也比較願意走去外面看看大致來 中華民國老人福利關懷協會 與專業護眼中心合作 啟動護眼長者愛計畫 第一階段目擊到174副 愛心民眾捐贈的鏡框 以及護眼中心額外提供的全新鏡框 8月展開第二階段 接送長者到護眼中心驗光 並依據他們的需求 提供兩副合適的眼鏡 包括適合看遠的智能光感變色眼鏡 和閱讀用的眼鏡 讓長輩擁有清晰勢力 這個活動老協在當初在規劃的時候 我們就非常的支持 因為在我們的一些長輩 甚至一些年紀比較大的朋友 他其實走在路上 他看到招牌或是紅綠燈 其實已經不清楚了 那有時候看看家裡的親人的照片 或是閱讀 他覺得看見的時候 眼睛又很吃力 那老協發起的這個活動 我覺得非常的有意義 那我們第一階段募集了 大概有200夫的鏡框 除了我們的意料之外是 同業捐了快一半 表示說其實大家對 護眼跟這個關懷長者的這個心 其實都在 只是說要有人把它帶起來 好 那法理業護眼中 服務中心呢就想 那個扮演這個 這個的角色 讓更多的支持者來支持這個計畫 讓我們服務更多 需要配進的一個長者 老人福利關懷協會理事長 蔡鴻鵬表示 協會在仿視過程中 發現有弱勢長者 因為沒有足夠的能力 購買合適眼鏡 因此啟動護眼長者愛計畫 除了感謝社會的愛心支持 更期盼各界共享盛舉 其實我們的理事一個 裝生發妝理事 就是我們協會的理事 他在去年就跟我提到說 是不是能夠來幫老人家 這些比較 可能經濟不是那麼好的 一個老人家 我們這些長者 來做一個配進的一個活動 那其實從去年 因為剛好 今年剛好疫情解封了 所以我們就開始籌備這個活動 所以這個活動 其實最主要還是要感謝我們法尼爾 我們理事長 還有我們莊理事 那特別我要很感謝我們雙元里的 許惟成是里長 因為其實我們協會 每個月都會去他們里內發送物資 我很想看到 里長這麼快樂的 這實在是 應該要發一個 里長開門給你得到 當然我們現在是希望 不是只有眼鏡界 其實我們希望說 各行各業的人 都能夠來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現在快要中秋節了 我們也希望說 能夠有飯店的業者 能夠來提供我們一些月餅 我們能夠來送給印景的一個食物 類似這樣子 或者是說過年的時候要送年菜 是不是有什麼樣的餐廳 或者什麼樣的團戰公司 願意來協助 除了吃的以外 衣服也是啊 我想十一住行我們都是需要的 但是我覺得很高興的就是 我們跟法林爾這樣的一個合作 這是一個 可以說是領頭養 那也希望說 讓這個活動 能夠讓更多的企業能夠知道 也能夠讓更多的企業來投入 來照顧我們這些 獨居跟親函的長者 老人福利關懷協會 誠摯呼籲社會大眾 關注眼睛健康的重要性 並邀請大家熱情參與 讓每位弱勢長者 都能擁有清晰的視力 同時感受到社會的關愛之情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